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葡萄人對上波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很久沒看到葡萄人單挑了 葡萄人最大的特色是所有單位都有黃金減免 到帝王世代還可以蓋這個趕王大三戰 打一個無限支援戰術 葡萄人最大的特色還是他的風琴砲 他的風琴砲傷害非常高 在這次改版他的子彈、彈道也是變得非常特殊 殺傷力更持著一點 但一樣有個弱點 就是他的這個 數量異度的情況下攻速還是太慢了 很容易被對方騎運直接打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波瀾人這麼能不能反思回去吧 好,那麼先來講波瀾人 那波瀾人的話他的一個文明呢 算是比較偏注重於開農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去蓋自己的大魔坊 然後蓋在農田 把這個農田蓋在大魔坊旁邊 大莊園才對喔 不是大魔方 大莊園旁邊的話 就可以立即採收8%的食物 後期的話有這個貴族騎士 貴族特權 那騎士的話只要30塊黃金喔 比這個小弓還要便宜 所以波瀾人後期大多是打馬跟步兵路線 雖然打強怒也是可以喔 他有三級射跟這個二級防 而且還有拇指環 所以二級防有點爛 但是沒有關係 至少弓兵路線有三級射就夠了 而且他還有大通車 所以波瀾人的一個工程路線也是不弱的 而且本身他的科技線也是非常完整 所以要打什麼戰術 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就是自己的防守夠不夠大位喔 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大莊園喔 是一個問題喔 那他因為要守大莊園的關係喔 所以可能官方給他一個特色喔 就是挖石頭的時候會產生黃金喔 讓他在挖石頭的時候經濟不會到那麼慘 然後可以補正一些黃金喔 然後讓自己的經濟好一些 這個村民是怎樣 用村民趕路趕斑馬 這是我 這是我沒什麼看過的趕法 這個比肉麻趕是不是更厲害一點啊 他大象 我還以為他大象被提器射死 有點不是 這邊肉麻早早出門 不然這邊是不是有什麼想法呢 感覺是想要找一個前期去偷資源打法 還是要去早期打棒棒 這邊快要繞到了 這邊看到TC 稍微加速一下 那大中原的話他價格是125個 而且還會再給你五個人口的房子 所以大中原如果你需要補房子的時候 可以先補這個大中原 先預定好你的農田規劃地 然後去做一個生產會比較好 那如果房子亂蓋的話 很容易導致你玩破爛的時候 沒有地方可以下大中原 然後導致你的食物或取量會變更差 所以玩破爛人有點像在玩都市建設計畫一樣的感覺 你的都市規劃要先想好 不然你的經濟會很差 那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地圖的話這邊 烏托牙還不錯耶 這個有點偏天圖耶 如果沒有100分的話 至少有八九十分 因為他這邊很好耶 這邊也可以圍到地 像前面這邊稍微連防一下 TC守住 重要資源都在裡面 而且有兩塊墨區 邊格上是三個 但是他有兩塊是非常安全的 破爛的話看起來 左邊這邊要圍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他的黃金也在前面 總體而言 看起來不太優 那如果要給分數的話 至少是五十分吧 沒有及格 因為他的金框在外面 左邊要花的防禦資源太多了 雖然後面的腹地很大 但要前幾次能守得住 才是重點 普查人這邊決定要來打刺猴 破爛人這邊要打什麼的戰術呢 這邊槍兵 哇看這邊拉這一條線 花多久時間來防 對方伺候來可能還來不及蓋好 左邊這裡再拉一條 這邊也是一隻槍兵在擋 那如果這邊破爛能守住的話 就很有機會喔 這邊拉了山村 你看這個防守投資村有夠多 這樣經濟就會被拖到一點點 好村民趕快回家去種田 槍兵出來 去戳一下 OK這邊防守住之後 槍兵就不用在家裡了 趕快把他派出去 在家裡周圍走一走 讓對方沒辦法好好的 去打自己的木牆就可以了 這裡有一個木牆沒有蓋好 直接燒起來 再補一下 前線也補下了馬舊 哇這個破爛玩法跟我有點像 前期開尾然後不出兵 防守 但他這邊應該是想要直接上到城堡時代 這邊直接出了工兵過來 長槍兵會有點麻煩 好支援量只差一點點 再補一個射箭場 然後先點一下城堡時代 忽然這邊很早就點了 15分內就點了 前面還花這麼多村民防守 這邊要硬蓋會比較好 可以蓋得起來 長槍兵也是不敢上前硬戳 好這邊趕快按一下毛筆 好葡萄人這邊點一下城堡時代 兩邊時間差距大概1分半 好不然這邊先點一下一級馬卡跟品種 那後面要再補一個馬舟嗎 好這裡是補大中原 好葡萄人這邊努力想要騷擾 這邊可以殺到這一村嗎 唉唷好險 差一點就出事了 好 忽然也終上到城堡時代 這邊上到城堡時代之後 葡萄人先行撤退 上了回頭一下 再繼續壓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 其實注意一下這些刺頭 這邊TC要趕快開 OK有開 開這邊 好不然這邊經濟開始濃起來 那葡萄人也是 兩邊都偏一個開濃 但葡萄人這邊是打雙射箭場 他打這個攻兵路線也是蠻輕鬆的 並有這個金礦消耗減免 不是金礦 黃金軍事單位減免的關係 不然是出騎士或是出攻兵 都是非常省的一個選擇 由於還沒有二防的關係 現在被攻兵射還是很痛 但數量夠多騎士還是可以考慮上前硬包的 但前面有兩隻槍兵 所以葡萄沒有打算直接上去硬上 如果沒有槍兵的話可以考慮硬打 並只有十一隻攻兵 那這裡數量大概五隻到六隻 還是有機會可以換得贏 好 這邊還點下了料王技術 哇 騎士被招走 小虧 好 點下了跟蹤技術 點下跑速 不然這邊 大會要把TC下在石頭 放這邊會比較好 趕快去挖石頭 不然就是要把這個主經 蓋在這裡 那個TC 但我覺得蓋TC還是有點危險 好 後來這邊防守要怎麼打呢 好 補下了二級馬凱 這邊稍微微向 好 不差的人3TC已經開好 後面說目前是持平狀態 補七打五十六 沒什麼太大差距 但是大中原可能要出事了 就會很麻煩 大中原直接被控肉 沒有肉就會很難受 但這邊第一時間也沒有進來 後面有兩隻生鋁三隻 數量只往前補 第一時間沒有去撿生物 但是要先來針對對方 波蘭這邊 他不想讓波蘭龍太爽 讓他知道波蘭如果過得太舒服 待會他的騎士會的數量非常誇張 好這邊要打算直接前壓 我們稍微加看一下 這邊第一時間拉了四隻騎士到後方 先砍後面的生鋁 生鋁直接被砍死 一隻生鋁都沒有遭到對方的波蘭騎士 這邊的分隊打得非常漂亮 後面的騎士繼續追擊工兵 工兵直接被騎士包夾住 這邊直接變成一個六狗戰術 直接漏了一些長槍兵的傷害 這邊工兵直接硬生生吃掉 波蘭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沒有生鋁弓 但數量上騎士很明顯 足夠量可以打贏這波交戰 波蘭這邊打得很好 他這邊有個細節 前面拉了四隻騎士 去前面前壓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那四隻騎士我覺得打得非常好 平常我們在看的時候 很少會看到這個細節 你看這個 這四隻騎士直接往前衝 勇往直前 先砍騎士 好 再砍後面的兩隻 這隻騎士差點被招到 還是直接砍掉 砍完之後 繼續把這個兵往前控 把這個工兵想要包夾起來 然後上面的兵不要打 然後先拉扯一下 上高地反打 還比較有優勢一點 這邊工兵就繼續讓他追擊就好 哇 這波打得真的是非常漂亮 好 突然這個 實力 不得了 這看不出來是兩千多分的 才兩千出的分數的玩家的實力 真的有些 分數比較低 低一些的玩家 他們的控兵其實也不弱 就只是觀念上來說 沒有比一些頂尖玩家還好 但是他們控兵 真的是打得不錯的 好 這邊補下輪走 二級目還沒有點 不然這邊有點尷尬 這邊找個機會頂 下會比較好 好 石頭趕快挖 這邊看到轉一些長槍兵來打 葡萄人對上騎兵路線 用槍兵是最好的選擇 不然就是出一點風琴砲 風琴砲數量夠多 打騎士也是很好打 看 太大量騎士 風琴砲是打不太贏的 好 到點下帝王時代的葡萄人 這邊 想要挖洞洞洞城堡 這邊按工兵升級 要轉戰毛病了嗎 葡萄人要把這些工兵來回家防守 上方這邊 能夠鑽進去嗎 哇 葡萄人這邊極限鑽石牆 左右開工 讓葡萄人這邊受到一點傷害 這邊可以在原地返回 好 那目前村民數是95村對88村 葡萄這邊村民稍微落後 但實戰上是領先的 補下了手推車 看起來他也是注重經濟的玩家 但我覺得對手這裡做得不好一點 就是一直把工兵放在家裡 現在有工兵 軍事優勢的時候 趕快去潛壓給對手壓力會比較好 這個村 這個僧侶走到一半 被燃截掉了 好 不然這邊點下了 戰狼兵 炮火槍 三級士已經補好了 好 這裡補下重裝長槍兵升級 好這裡稍微換一下槍兵 好 巨頭司機也造出來 直接潛壓 對方巨頭會比較慢一點 這裡火炮好 可以轉一些火炮 火藥好 火化學啊 不是火藥 結果是破爛先造出了火炮 OK 那大尾巨頭出來 破爛這邊優勢非常大 一火炮一巨頭 有 假的一集修回來嗎 再一發 哇 兩百斤直接沒有 火炮打完巨頭 繼續反制 現在普通人直接被處在家裡 不然這邊重裝騎士取消掉 不升級了 不然這邊打得非常的 好 這個前壓 這個城堡都蓋超前線的那種 好 第一波 葡萄人守不太住 那轉租重裝騎士了 反而是 葡萄人 這邊看一下這波騎士 前壓要直接衝了嗎 後面有騎士駐守 有 騎士上前應戰 這裡還是點下的銀貫貴族特權 那中東騎士還是要趕快升 會比較好 結果這裡按了一些少量的戰錘兵 好 騎士直接往前 巨頭不妙 沒了 有集中單位打工程器還是比較快 好 墊下奴兵跟一級射 還有這個增兵技術 要來轉強奴了嗎 補下了人工制度 但二級農還是沒有補 二級木啦 二級木還是沒有補 欸 怎麼在按馬功 你不是升奴兵嗎 怎麼跑出了馬功出來 這是按錯嗎 波蘭打馬功的話 那 會有個問題 雖然他馬功算是全有 但是他沒有安息人戰術 重裝馬功可以升 然後有三級射馬 拇指環也有 但是沒有安息人 安息人的話可以增加遠防 馬功遠防 而且對長強兵還有額外傷害 記得是加四攻的樣子 好 這裡拇指環也補下 不然這邊弄得非常開心 上方騎士想偷偷繞到後面 還蓋石牆硬要蓋完 好 騎士直接上前做輸出 這應該是沒空好 直接受到城堡大量傷害 好 騎士這邊可能打個破口進去 有機會嗎 好 直接反擊 吃掉了一些馬功 好 突然這邊防守有點危險 因為馬功數量還不夠多 OK 重裝馬功以及升級 好 攻擊7加4 但數量不夠多 打騎士還是有點危險 裡面基本上沒有太多城堡 只有一棟偏正門的 這裡剛才補下另外一棟防守 騎士直接硬砍 城堡能蓋起來沒問題 原來很多人在蓋 對 還是要稍微收穿一下 補下城堡的傷害 這邊也要繼續開打嗎 酷塔又補下一棟城堡在前線 這邊馬功數量還是有點太少 這邊騷擾還是沒有解乾淨 家裡還是有點亂 飯的肉看起來有點多了 這個肉可以轉這個大肉馬 不然這個大肉馬有這個踐踏效果 然後趕快點一下這個金冠技術 打肉馬看起來也不是太虧的一個選擇 OK 點一下奧不齊戰垂兵的升級 奧不齊的話每砍一下 垂下對方的單位都會破防 最多可以破到0防 雙防都扣 非常強 雖然我覺得可以給奧不齊 每砍一下扣1防 隨機進防或遠防 他這個破防效果不會那麼明顯 但感覺這個設定好像會對這個城市負擔蠻大的感覺 好 奧不齊少量走了出來 那奧不齊的血量其實偏很多 95滴血 很坦的 一般劍有也大概是70滴左右 那微劍的話是84滴血 那奧不齊金冠的話是95滴 將近快滿百血量的 這個步兵其實很坦 而續遠防有6 就是費少了一點攻擊力而已 攻擊力就只有10攻 加了傷截攻14攻而已 好 奧不齊這邊慢慢補下更多馬就 這邊真的打好農 兩邊都在打農耶 但葡萄人這邊沒有偷蓋一兩棟港灣大傷站 有點可惜 因為港灣大傷站可以提供石頭 至於遠遠不減的石頭可以用出來 其實還蠻好的 可以偷蓋一些火砲塔 地狐到處插 這裡補下了烈克提克遺產 剪下這個金冠技術之後 肉麻待會就有踐踏效果 好 尋牙利清洗兵 要直接繼續升級會比較好 現在資源其實夠的喔 還不夠 要600斤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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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不知道買了什麼 按了一台火砲 馬弓數量 還可以 28隻 不會太少 也不會太多 這邊只用馬弓去引點火砲比較好 在這邊想要做個包夾 奧不齊沒有去捶火砲 還是開捶了 火砲直接被解掉 後面馬弓做個拉扯 奧不齊在前線彈了非常多傷害 但最終還是被大軍給解掉 這個台火砲能跑掉嗎 馬弓直接防守 火砲直接被堵在馬弓面前 還是被換掉了 火砲直接白給 但是烈克提克遺產已經點好 這邊只差最後的大弱馬升級了 好 洛馬直接往前 這邊送你沒關係 這邊點下破蘭伊騎兵 最後的升級 現在木頭還是有點爆 大概48個人 伐木工 如果點二級木的話 木頭的需求量 可能就不需要這麼多了 大會可以轉出一些 大概拉18人 再去種農田會比較好 這樣大會暴落馬 才可以遠遠不絕 瘋狂噴出 這邊馬弓高倒低 傷害還不錯 突然這棟城堡 守得非常久 大弱馬向到處鬧 哇 這邊土了非常多村民 正面圍了非常多石牆 但這邊還是有洞 好不起 直接走進去 正面這邊直接弱馬開送 上面這邊也是直接給互打 哇 這邊發生什麼事情 發風突然一轉 鐵門突然開打起來 再Buck一下 好 這邊從右邊繞過來 想要來抓掉火炮 哇 直接沒有收好 火炮直接被直擊 當然羅馬的數量還夠 哇 這邊只用人強村民擋人戰術 兩台火炮能守下來嗎 這台火炮有點危險 上方火炮守住 還可以接受 只被換掉一台火炮而已 OK 突然終於點下了二級木了 他終於發現自己津津這麼差的原因了 好 葡萄牙這邊的木頭也是超爆量 這邊可能要轉一些 槍兵比較好 但是現在有奧不起 奧不起打槍兵 不是槍兵 擊兵 打這個擊兵效果很好 血量夠多 破壞沒什麼問題 這棟城堡也蓋不起來 98% 98.87 9887 他在 羞辱 這位玩家嗎 9887 直接打出了GG 哇 連GG都不打 直接選擇投降 哇 這個大羅馬加奧不起 正面直接擊垮 葡萄人的所有單位 然後這個城堡也沒有蓋起來 最後這棟城堡也守住了 所以破壞這邊是大獲全勝 雖然看起來破壞這邊有點送的感覺 但這波奧不起 戰錘兵配上大羅馬的前壓 還有馬功後面輸出 三種單位步兵搭配 非常的好 而且後面還有一些少量的羅馬 直接在砍後面的村苗 造成後面經濟也是受到一些損傷 那這個就是破壞後期非常強力的東西 破壞一騎兵後期真的是 跟鬼一樣 一直鏟出來一直噴一直爽 對方是很難擋住的 雖然如果你出疾病的話 通常會有奧不起工兵在後面射 所以這個組合搭配是非常難解 真的要解的話 可能要搭配一些疾兵配遊俠之類的 會比較好打一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這邊破壞人食物落量是沒有非常多的 因為他這邊農田沒有多灑 因為他在過木頭 因為轉馬功的關係 所以木頭不能捨棄掉 其他資源的話目前都是贏的 而且還有四聖物 那經濟的話是很早就點下了三級農田 而且後面經濟二級農也是很早點 非常早 雖然二級末到五四分才點 所以讓經濟沒有到非常好 如果他早點點的話 可能很快就可以把葡萄打到GG了吧 這是比較有可能 畢竟後面打羅馬直接噴出 很少有文明可以擋下來的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